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曼姐 我想吃苹果 你去帮我买一点吧 林曼很是怀疑地看了她一眼 真的是想吃苹果 而不是要背着她和野男人约会吗 她为boss感到一丝担忧啊 等林曼出去 安子齐扭头看向西蒙 一直都没机会问你 你之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有了关于我记忆的线索 西蒙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开口问她 安 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幸福啊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幸福就好 安子齐莫名其妙 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那 线索呢 我之前确实查到了一点关于催眠师的线索 不过后来已经证实她不是当年给你做催眠的那个人 关于她之前查到的事情她也考虑了很久 究竟应不应该告诉安子齐 尽管她觉得安子齐有权知道真相 但只怕到时候不但她会伤心难过 她和肖茉莫里之间也会 无论如何 安子齐和肖茉莫里已经结婚了 只要她过得幸福又何必知道那些事情啊 好吧 还是要谢谢你啊 以后就不麻烦你了 茉莫里说她会帮我找的 肖茉莫里回到医院 在门口碰到了林曼 知道西蒙和安子齐单独在里面时 脸色就立刻沉了下来 她匆忙赶回病房 推能而住的时候 正好西蒙抱着安子齐 而安子齐单腿站在原地 扑在西蒙怀里和她纠缠在一起 肖茉莫里怒气冲冲的上前 抬手便朝着西蒙脸上狠狠地砸了一圈 喂 肖茉莫里 你疯了 快住手 你怎么样啊 别担心 我没事 我先走了 你和她慢慢解释 等西蒙走了 安子齐恼怒地推开肖茉莫里 肖茉莫里 你简直不想理 你出去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肖茉莫里沉着脸 转身摔门而去 她不是怀疑安子齐对西蒙有什么 只是西蒙一直想告诉安子齐的那些事情 让她非常不安 她知道这些事情总有一天安子齐会知道的 可是她和安子齐经历了那么多 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她没有完全的把握 现在告诉她 她会原谅她 你和那个西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只是躺太久 腿突然抽筋了 她扶我起来活动一下 没站稳 修 哪里想到就那么刚好 肖茉莫里就回来了 而且这人丝毫不听解释 上来就打人 林曼也是一阵无语 这他妈太狗血了 简直比八点当还狗血 你要不打个电话 给黎少服个软 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要向他服软 错的明明就是他 你看啊 就算你们是朋友 有哪个男人推门看到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纠缠在一起 能忍受的呀 忙拿起手机 心急的打过去 对面却传来宁波打的用户已关机的声音 肖茉莫里因为工作原因 手机是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的 现在却关机了 安子齐咬唇 狠狠地扔了手里的电话 他打人还有理了 竟然还敢耍脾气关机 之后的两天 安子齐再也没有见过肖茉莫里 两人就这么冷战了起来 肖茉莫里心情不好 那些惹到他的人自然就不好过了 那个养马的人家里已经查出一些线索 他全家都已经去了国外 就对他这样的收入来说 显然是不正常的 肖茉莫里亲自去审了一次 云逸知道他心情不好 明智的没有跟过去 果然 房间里鬼哭狼嚎 那养马的人最终受不了他的手段 还是招了 有人找他 给了他一笔钱 提前让他给马注射了一种药物 到了固定的时间 马匹就会发狂 但那天出事之后 那个人就彻底消失了 他也联系不上 唐十一被关在那个房间里 或许是知道了肖茉莫里 不会轻易放过他 但也不会杀他 所以他也没再说些没用的 每天就是各种骂 结果 当然是被心情正不好的肖茉莫里 再次教训了一顿 云逸在房间外摇头 这个女人呢 真是不知死活 从房间出来 云逸上前道 暗夜那边传来消息 和罗伯特合作的那批军火 中间被人结了 而且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啊 唐星最近去了家国 见过普鲁斯 很明显 这件事是唐门和普鲁斯联手做的 肖茉莫里冷笑 暗夜的军火 哪里是那么好结的 不过两千万美金 他想要就送给他 就看他能不能要得起了 想用这种方式来逼迫暗夜 真是可笑 肖茉莫里从云逸那里出去 夜已经深了 薄唇紧敏 他去了医院 到了安子齐的病房门口 轻轻地推门进去 病床上的人已经睡着了 守在旁边的是林曼 李少每天都来 连早上的早餐 都是他亲自买了送过来的 但是却不进门 也不让他告诉安子齐 安子齐也是 每天对着手机发呆 又赌气不打 这两人明明关心着对方 又偏偏不告诉对方 真不知道要闹别扭闹到什么时候去 第二天中午 夜敏之带着亲自包的汤 来给安子齐送午餐 妈 您再这么给我补下去 我又要被导演嫌肥了 你这么瘦 还减什么肥呀 对了 怎么这两天不见莫里呀 啊 他这几天忙 中午没过来 知道他忙 你也多关心关心他 知道了 知道了 等安子齐吃完 夜敏之将东西收拾好 准备离开 安子齐朝林曼伸手示意 林曼上前将安子齐从床上扶起来 放到旁边的轮椅上 这两天他和肖默里闹别扭 整天见不着人 心里闷得慌 在病房里他也待不住 偏腿上又受了伤 走不动 林曼只好给他弄了一张轮椅 每天推着他出去 你想打电话就打 手机都快被你盯出洞来了 打就打 安子齐撇嘴哼了一声 直接拨了个号码 电话接通以后 他脸上立刻挂上了灿烂的笑容 宝贝在干嘛 感冒好了没有啊 妈咪没事 过几天就过去了 萧依宁这两天感冒发烧了 医院里细菌多 安子齐没敢让他到医院 陪着萧依宁聊了一会儿 他郁闷的心情终于好了不少 林曼对他已经无语了 你敢不敢打给黎少啊 安子齐打完电话就赖在草坪那儿 哪儿也不想去 不远处 一个五六十岁左右的老人 扶着另一个年纪差不多大小 穿着一身糖装的老人 一起朝这边走来 最后扶着他在安子齐身边的长凳上坐下 老园子 你最近身体不好 就在外边等着 我去那边找人 找到人立刻告诉你 胡说 我身体好得很 静听那些医生胡说八道 安子齐心里正在默默吐槽 又不是拍戏 这个年代怎么还有人叫老爷 另一个老人和善的对旁边的他笑了笑 这位姑娘 还请你帮忙看一下我家老爷子 我一会儿就回来 没事 您先去忙 唐山啊 你越来越啰嗦了 我哪里用人照顾 那个被叫唐山的老人 再次无奈地对这安子齐笑了一下 转身朝病房楼走去 您是来探望病人的 算是吧 你是本地人 嗯 唐庄老人说了一个地名 问他知不知道在哪 这个地名他还真知道 就在离他小时候的家不远的地方 不过那里是旧城 现在都已经改造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 倒是意外的投机 林曼在另一边看着 见他聊得开心便没有过去 半个小时后 唐山从病房楼里出来 走到他们身边 对唐庄老人摇了摇头 老爷子 没有找到 那边还有钥匙等您 我们改天再说吧 谢谢姑娘啊 不用谢 我也没做什么 唐庄老人起身 礼貌地和安子齐道别之后 才和唐山一起朝这远处走去 莫黎 刚得到消息 唐齐已经到了S室 好像直接去了医院 我已经派人去 云翼话还没说完呢 肖莫黎就挂了电话 起身飞快地出了门 等他微微喘息着 推开病房的门 就看见 安子齐躺在床上 嘴里正塞着一个苹果 萧总 您这边坐 我去给您洗个苹果 临走前 还不忘拿走 安子齐手上的半个苹果 戳了他一下 肖莫离上前 在他床边坐下 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伤口还疼吗 疼 医生说不能打麻药 要再过十天才能拆线 护士敲门进来 给安子齐的伤口换药 拆开他腿上厚厚的纱布 原本白皙的小腿上 一条长长的伤疤露了出来 针线缝合下 看起来格外的猙獰 肖莫离的双眼 几乎是立刻就按了下去 心头涌上怒火 这个该死的唐十一 和腿上的伤口 都换药重新包扎过 护士拿着药出去 我和西蒙中真的没什么 那天只是我腿突然抽筋 他扶我起来活动 我腿疼 没站稳 香莫离敏了敏唇 伸手碰了碰他没有受伤的那条腿 还疼吗 安子齐没忍住 没好气的抬腿踢他 扫干嘛去了 这都两天过去了 现在才问 谁腿抽筋抽两天的 你以后离西蒙远一点 我只是想问问他 关于我记忆的线索 我说过这件事我会帮你 不要再找他 安子齐原本那天 和西蒙已经说清楚了 打算以后尽量避着 少见西蒙 此刻见肖莫离这样 心里也不由得有了些怒气 肖莫离 你还讲不讲道理 西蒙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可能这辈子永远不见她 听到她的话 肖莫离猛地起身 直接转身出了门 半小时后 林曼手中拿着两个红红的苹果回来 在病房里扫尸了一圈 肖总呢 不知道 林曼头疼 明明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一眨眼又成这样了 第二天一早起床 便咬牙拿了平板电脑 躺在病床上 手指一直在上面点点点点点 林曼好奇地凑过去 看她到底在发什么神经 只见平板上正开着某宝的页面 安子齐一直在里面挑东西 从吃的穿的到用的 各个种类应有尽有 粗略地看上去 有几件衣服都是名牌 虽然仓不上顶级 但是也不便宜 在购物车里面已经好几页了 心下更加奇怪 安子齐一向节俭 今天怎么转性子了 难不成看错价格了 那个裙子要五位数吧 嗯 我知道啊 安子齐毫不在意 林曼正感慨 安子齐终于学会花钱了 燕敏之中午来送饭时 看到她买了一堆东西 忍不住骂她 你说说你 一点儿不学好 怎么这么败家呀 反正是肖莫里的卡 她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有的女人生气的时候 喜欢花钱购物了 花她的钱买了一堆东西后 她的心情的确好了不少啊 林曼累了 她还说 安子齐为什么突然转性 原来如此 莫里的钱 你就更不能这样败了 刷你自己的卡 叶敏之忍不住 伸手戳了一下她的脑袋 妈 别戳呀 变巴之后你养我呀 不养 叶敏之没好气 因为昨天 唐七的突然到访 肖莫里怕他们 打安子齐的主意 便直接清了 这一整层的病房 派了不少人守着 等安子齐吃过饭 叶敏之收拾东西出去 走到电梯口时 正好碰见两个男人 在那和肖莫里的人说话 我们只是想见 安小姐一面 黎少有令 没有她和安小姐的同意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我们没有恶意 麻烦你进去告诉 安小姐一声 两位先生 还是请回吧 叶敏之拎着饭盒 走在后面 他不知道 这两人来找 安子齐是做什么 但是看样子 应该不像坏人 原本打算上前询问一下 刚走了两步 叶敏之的身体 猛地僵硬了一下 瞳孔紧缩 那男人似乎是察觉到 有目光在看他 转头看向他这边 叶敏之慌乱地低头 飞快地走到了电梯前面 按下往下的方向键 电梯门打开得很快 他快步进入其中 迅速关上电梯门 挡住了那一抹探究的视线 肖茉莉和陈骏都在云翼那 那批武器直接炸了唐门 在加国分布的仓库 唐门这次吃了个大亏 莫莉你这招简直太狠了 唐七昨天已经见过海关的人了 国内是亚洲最大的市场 唐门想要借此 打通北美到这里的水路 由此进入亚洲市场 让我们的人 整编所有码头 三人正说着 肖茉莉接到了医院那边的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 云翼不解地看向肖茉莉 你说唐七去医院 非得见安子齐是要干嘛呀 作为唐门的门主 唐七这次到S市 却并没有隐藏任何的行踪 几乎是他刚到这儿 他们就收到了消息 原本以为 他们是想要利用安子齐 反过来压制他们 让他们放了唐十一 但唐七好像并没有任何特别的举动 只是到医院要求见安子齐 就算被人拦下 也没有强行闯进去 这倒是让他有些看不懂了 要不要再往医院加派一些人手 不用 他的伤已经没有大碍 我明天带他回家 只有在自己身边 肖茉莉才能放心 哦 这么快就耐不出寂寞空虚冷了 我有打算在北极建立一个基地 可以让你去好好地感受一下 空虚寂寞了 陈俊 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再讨论一下 有关唐门的问题 另一边 安子齐吃过饭 又躺在床上刷了一块某宝 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了 才心满意足地放下了Pad 剧组那边怎么样啊 我打算过两天就回去拍摄了 还好 现在拍摄的都是其他配角的戏份 你还是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吧 他的伤不好 就算他想回去 黎少也不可能放人呢 你这几天至少长胖了五斤 你就等着回去被夜导吼着减肥吧 哪有 他小声嘟囔 腿受伤 不能动 怪他了 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为了他能以最快的速度瘦下来 他的晚餐直接就被悲催的苛扣了 安子齐悲愤万分地喝了两杯水 于是到半夜的时候 忍不住 迷迷糊糊起床上厕所 他下意识地两条腿全都下了地 才迈出一步 一声惨叫 腿上传来的剧痛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 病房的门砰的一声被从外面打开 一个身影从外面进来 比床边刚醒过来的林曼更快 冲到了安子齐的面前 打横将他抱起来 放回了床上 伸手熟练地解开他腿上的绷带 到了最里面一层的时候 果然 已经看到有血气孕染了出来 去救医生 林曼这才从一脸懵逼中反应过来 忙地朝外面跑去 你们什么情况啊 两个人都照顾不好一个 他腿上原本就伤到了动脉 幸好这次只是外边的伤口撕裂 如果伤到了里面 巴拉巴拉对着肖茉莉就是一顿狂骂 手上也没闲着 麻利的消炎上药 疼疼疼 自己扯了伤口 疼你也要忍着 十几分钟后 伤口终于被重新处理包扎好 以后一定要注意 再有下次 说不定他这条腿就要废了 病房里只剩下安子齐 林曼 肖茉莉三个人 曼姐 过来扶我一把 肖茉莉的眸色瞬间沉了下去 你出去 说完 自己挣扎着单腿要往床下跳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走开 我要上卫生间 肖茉莉听见他的话 原本憋闷的心情瞬间没了 忍不住倾笑出声 抬手便将他抱起来 朝卫生间走去 你出去 你是我老婆 你哪里我没有看过呀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那个和这个 哪里一样 安子齐脸色通红 你快点出去 眼看着他真的要炸了 肖茉莉这才笑着退出去 将门关上 等安子齐解决完个人问题 重新叫他 才进去将人抱了出来 放回床上 你是不是这几天 一直都守在外面了 如果不是 他怎么可能在他出事的第一时间就跑进来 怎么 感动了 嗯 他就是感动了 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在肖茉莉面前 没什么好隐瞒的 要以身相许吗 早就许过了 知道你是我的人就好 两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 就算什么都不说 安子齐也觉得心里甜滋滋的 我刷你的卡 买东西了 白嫁媳妇 哪里白嫁了 能娶到我这么勤俭节约 还会赚钱的媳妇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是 随便白 你老公什么都不多 就是钱多 两人又闹了一会儿 都明智地没有再提西蒙的话题 第二天一早 肖茉莉又找医生 看了安子齐的伤口 确定没有大爱之后 就直接带她回了家 我想把宁宁接回来 你现在自己伤还没好 怎么照顾她呀 你放心 只是一个小感冒 有爸爸妈妈照顾她 不会有事的 安子齐皱眉 看了看自己的腿 想了想 也是 就只能点头 等伤好之后再说吧 跟你推好了 我们搬家好不好 为什么搬家 这地方小了点 我们俩现在工作都忙 不如搬去 城西别墅那边 请个保姆做饭 也能更好地照顾宁宁 搬家可以 保姆就算了吧 时光令人结束 我会减少工作量的 安子齐想了想 其实她觉得这里挺好的 不过 肖茉莉似乎一直想搬家 她很喜欢他们一家三口 在一起的感觉 也很享受给他们两个做饭 并不想有外人打扰他们的生活 医院那边 唐七和唐山 第三次来到安子齐所在的病房楼层 出乎意料的 这次没有人阻挡 他们没有找到安子齐 问过故事以后才知道 她一大早已经出院了 门主 算了吧 肖茉莉肯定早已经打定主意 她不可能让我们见到安子齐的 唉 说到底 这次错的是十一 人家不见我们也是长情 是我们平日里把她惯坏了 这丫头在北美 不知天高地厚也就罢了 回到国内还是这么爱惹是生非 唐门就这么一个大小姐 大家不管着她谁管着 还是赶快想办法把大小姐救出来 萧茉莉的为人和手段 您又不是不知道 大小姐她现在还不知道在吃着什么样的苦呢 唐山一辈子跟着唐七打天下 连婚都没结 看着唐十一从小长到大 心里自然是向着她的 让她吃一点苦头也好 这次只当是给她长点教训了 以免她日后再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 唐七虽然心疼这个女儿 但是对她更头疼 她年轻时 枪林待雨没什么 就算不承认 这几年身体也是越发的不好了 现在是有她 唐十一放肆一些没什么 以后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 那时候唐十一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让她长点教训 对她也好 话是这么说 但这件事恐怕现在更不好处理了 前几天二少结了暗夜一批货 放在家国分部 昨天那批货就炸了 我们损失惨重了 那竟这次盲撞了 十一错了就是错了 唐七并不是不分是非的人 否则唐门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 那文主 我们什么时候约见萧莫黎 邱大小姐出来 不急 萧莫黎不会对十一下杀手 这次就让她多吃一点苦头吧 我让你帮我找的地方找到了吗 正在找 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 这里变化太大 需要一些时间了 唐七点了点头 这里本来也不是他们的视力范围 需要时间也正常 是她太心急了 两人一起朝医院外走去 另一边 自从回到家 萧莫黎就一直在家陪着安子齐 两人的生活倒是难得的安逸 她之前在医院网购的东西都陆陆续续到了 一早上门铃响了无数次 两人才坐回沙发上一会儿 门铃又响了 结果房门打开之后 门外站着叶吾哥 云逸和陈俊 卧槽 你俩在家还玩这种情趣 这是在家不带腿系列 身后的陈俊表示 他不认识这俩专业作死一百年的 安子齐脸皮薄 连忙拍着萧莫黎 让他放他下去 萧莫黎脸皮一向厚 面不改色 后退一步 伸手就直接要关门 云逸眼急手快 身子一缩 就直接从萧莫黎 让开的门缝里钻了进去 我呢是来看变号的 安子齐有些不好意思的 拍了拍萧莫黎 让叶吾哥他们进屋 萧莫黎这才背着 安子齐转身让路 云逸好奇的跑进来参观房子 被萧莫黎赶人之后 撇撇嘴 老老实实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唐七到现在也没找你 他究竟是想干什么呀 他知道我不会对唐氏一下杀手 我查了唐七最近的行踪 除了最开始见过海关的人 之后倒是一直没再有其他行动 北美那边呢 暂时没有动静 不过唐七好像让人在找什么地方 找地方 萧莫黎挑眉 让人去查 要我说干嘛这么麻烦呢 直接让云霄出手 做了他们算了 云霄又是什么 安子齐不解的扭头问叶吴哥 来来 哥哥给你科普一下 那云霄呢是一个拥兵组织 当年由萧莫黎的爹和云逸 陈骏他们的父辈所创立 而莫黎的妈咪诺言 是之前暗夜的领导人之一 当年莫黎的父母因此相爱相杀 经历了重重磨难最后才在一起 后来苏然接管暗夜 云逸和陈骏接管了云霄 莫黎身份特殊 所以一直在两大组织之间游走 除了暗夜和云霄 萧家还有萧辰领导下的龙渊 三大组织和萧家都有关联 平日里有竞争也有合作 等等 你是说萧辰也是黑帮老大 你也可以这么说 他不是医生吗 谁规定老大还不能有点特殊哀好了 安子奇累了 所以他到底嫁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一架子都是黑帮 他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那边 萧莫黎和云逸他们在讨论堂门的事情 安子奇懒得听这些 沙发旁堆满了之前收到的快递 于是安子奇和叶无哥就一起欢快地拆起了快递 有衣服还有家里的各种用品 还有水果零食之类的 叶无哥一边吃着桌上的小零食 一边拆了手里的快递 里面是一件白色的短裙 你要不要进屋试试 我给你拍几张美照 安子奇扭头看了一眼旁边认真谈事情的萧莫黎 自从上次伤口不小心被撕裂之后 萧莫黎就绝对禁止他在下定 单腿也不允许 不然也不会刚才被他们一进门就看笑话呀 叶导 我腿受伤了 走不了路 来来来 哥哥背你进去 话音刚落 前一秒钟还在认真谈事情的萧莫黎 立刻扭过头扫了他一眼 明明以前是个高领之花 结了婚就成东南亚醋王了 高领之花 安子奇忍不住吃笑出声 萧莫黎看到他笑倒是没说什么 萧莫黎一边和陈俊他们讨论 眼神一边朝安子奇看过去 那边安子奇和叶吾哥拆了一箱芒果 里面好像少了一个 两人正争抢着要去写差评 叶导 这种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呀 你嘴笨看我的 叶吾哥从安子奇手中抢过电脑 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着 不知道叶吾哥打了什么 安子奇在一旁咯咯笑个不停 门铃再次响起 应该还是快递 叶吾哥正要起身 替安子奇签字取回来 就见萧莫黎直接站起来 转身就将安子奇抱了起来 朝门口走去 沙发上的云翼 陈俊以及叶吾哥 彼此看了一眼 全都是一脸逼了狗的表情 靠 欺负单身狗是吧 不带这么强制性塞狗粮的 放着浪漫的气息